试运转起用季篮球邀请赛 3 2 1 请用紧 正式开幕 吉祺镇的风雨球场 在地方公所极力争取之下 花费将近900多万的经费 日前终于完工验收完成 为此吉祺镇公所特别举办风雨球场 试运转起用季篮球邀请赛的活动 邀请大家到场共襄胜举 吉祺镇的风雨球场终于在今天试运转起用 今天为了起用特别办了一个邀请赛 那我们这个风雨球场几经破折 终于在教育部体育署的补助之下 来新建完成 当初我们体育署补助 大概只有加我们的配合款总共700万 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原料标涨 所以后来我们最佳的100多万 包括我们防状设施 还有我们夜间造我们的设备 整共加起来将近900万左右 先议员王秋淑也到场共襄盛举 完员相当感谢正公所的用心 争取经费改建风雨球场 也呼吁学爱打球的民众可以多多利用 今天真正欢喜 来附设我们直接丁公所所在我们的球场 来做这些证书 等固定我们直接丁公所的用心 让我们这些爱运动的这些拳手 都会有真正好的空间 原先的球场没有遮风避雨的地方 只要下雨就无法打球 如今新的风雨球场终于完工 也提供民众更加优质的休息空间 记者邱平易 阶级采访报道